今天我们讲系统设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topic 这个其实在面试中的用处是挺广的 这个文档呢是叫它long polling versus web sockets versus server send events 这个可能很多人听了不知所云 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 那那我觉得我们先看这篇文章 我们先看一下 这其实后面的那个实际上是说的是基本的 那个比较具体的concrete 比如说 web socket 这种是比较具体的那种应用的协议吧 那我们先从架构上看这个事 就原理上看这个东西 原理上看到实际上就是经常考点就是push versus pull 什么叫push versus pull 大家要理解这个架构 后面的就好理解了 我们先看我们经常用的service architecture 我们比如说queue in 就用queue对吧 上讲过message queue rest API 对吧 rpc 对吧有grpc thrift 对吧 那么什么叫push and pull 这就是上面是我们的一般我们就是说服务之间的交流的协议 对吧 就是他们的protocol 怎么服务之间怎么communicate 对吧 然后呢push和push怎么回事呢 push的话大概就是说你可以看这个server's client architect 对吧 push的话是说当client呢就有什么事情了 他就发一个请求给server 那么这个server呢 这个work has pushed to server 对吧 which has no choice in the matter 对吧 这是最常见的 这比较常见的 那么server实际上他不一定需要知道client 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解释这个架构 这最常用的架构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为什么我说server不需要知道client 就是说一般往往来说 你可以想象我的server 比如在一个server 然后你有上万个client 对吧 就像我们论坛 我们看下 就假如说我们论坛 我们论坛是个server 对吧 他的域名 他的域名是eo24bbs.com 对不对 client是什么 client就发一个请求到这个域名 他就会route 入邮到这个server上去 对不对 就是说client作为client client这里是谁啊 是凡是上网看这个论坛的用户 他就是client 对不对 我需要知道你是谁吗 我需要知道你的ip吗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任何方式 你可能在中国 你可能在美国 任何一个州 你可能在别的国家 你都 但是你需要知道什么 你需要知道这个server的ip address 对不对 server并不需要知道client的ip address 对不对 所以你发一个请求过来 那server就返回给你就行了 就好像我打个比方 就是说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姚明这个明星是谁 对不对 但是姚明并不知道你是谁 你可以想象姚明就是这个server 但是我们这些粉丝吧 就是那种client 对吧 我哪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对不对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只需要知道server的ip就可以了 对吧 server那不 你说让姚明把你们这些人全都记住 可能吗 对不对 你有那么多client 对不对 你要server记住所有的client 他们知道他们所有的ip 怎么可能 对吧 那么多姚明的粉丝 对吧 怎么可能啊 我举个姚明的例子 不知道大家这样理解了吗 就是说在这种架构下的话 你只需要知道server 你并不需要知道client 对不对 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pool pool是什么意思呢 嗯 当server 它实际上是server 需要知道client server 发请求给client 就比如说 client 比如register 说 这个东西更新了 你告我一声 对吧 特别是queue啊 这种服务对吧 比如说这个 那server呢 需要知道具体知道client在哪 啊 这种架构 那么好处是什么呢 呃 比较及时啊 我们后面也会有具体的说啊 因为当一个发生变化server会 立即通知到client 对不对 相当于是 呃 点对定点服务了啊 就是就是说 你专专属服务对吧 就是说一旦有请求 一旦有问题 我马上告诉你对吧 呃 就像姚明记住你了 那你真是红人了啊 就是说姚明有那么多粉丝呢 对吧 他 他就记住你了啊 他记住的不是别人对吧 一旦有个更新 他就告诉你啊 所以那server肯定会有压力 那假如人多了 server肯定就比较累了啊 那那那可能handle不过来啊 所以是server发一个请求告client 是这样的 那或者中间有个message queue啊 就是说差不多这么个情况啊 中间在在拆分的厉害一点啊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那么刚才优缺点我也稍微讲过了 我看在这里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基本的http请求就类似的push啊 就是push的请求对吧 那么push的disadvantage 啊这里讲的有点 呃我这里就不讲了吧 因为我们接下来也要讲那个实例啊 我们通过接下来那个具体的那个 呃这里面的那个 呃他讲了long pulling对吧 什么叫long pulling 然后呢讲什么是web sockets 什么叫server sent events 啊我们来讲解push and pull啊 我觉得其实用push and pull可能呃一个是更加合适吧 我觉得第二个事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呃 其实在很多架构设计上都会体现到push和pull的这个思想啊 就不光是因为这里的话他讲的就是那个client server之间 这里我们刚才讲的是client server之间的那个 呃用push还是pull对吧 但实际上呃你会以后你做多了吧 你就会意识到其实很多别的地方也会用到这种类似的原理啊 这个原理其实是蛮general的啊 啊我想看啊 他这里解释了一下什么是http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考啊 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http啊 就是client呢open一个connection and request data from the server 就有点像我们刚刚那个图对吧 有点像这个对吧 啊然后呢server呢calculates the response 然后server sends the response back to the client on the open the request 就差不多是发的request and response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啊啊这里也有图啊request发个request 然后prepare response然后response发回去啊 这是比较基本的一个http请求对不对 啊这里提到了ajaxpulling 其实ajaxpulling是比较早期的技术 呃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了啊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大家原理可以知道一下什么叫ajaxpulling对不对 呃那basedidea就clientrepeatedlypull 就他隔一段时间发个请求 哎好了没没好 再隔一段时间哎好了没没好 就隔一段时间他就不停地去问对吧 隔一段时间啊就去问 啊 if no data is available empty response is returned 所以the client opens connection and request data from server using regularhttp the request page web page sends a request to server at regular interval 比如说每0.5秒发一次对吧 然后server呢发 response 那么the client repeat above three steps periodically to get update 就就每隔五秒发一下 每隔啊每隔0.5秒发一下这样的 啊 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发个请求拿回来 发个请求拿回来 发一个请求拿回来 发一个请求拿回来 啊ajaxpulling 这个还是我们 这个还对应我们哪个架构呀 还是对应push啊 还是对应push啊 不是pull啊 这个 ajaxpulling啊对应的还是push啊 problem waspulling is that the client has to keep asking the server for any new data as a result a lot of responses are empty creating http overhead 首先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呢 他不停的在发对吧 对server呢也是个burden对吧 你老有人不停的烦你对吧 啊而且很多时候因为他美好的话 其实他是做一个无用的pull对吧 无用的一个pull 呃直到最后一个有用的对吧 比如最后呃哦变了好了对吧 那就是有用了那前面的全是没用的 对不对 而且他会有latency 假如说server在 在0.3秒的时候他已经好了对吧 这个时候你可能 等到你0.5秒去pull的时候 实际上你有个0.2秒的延迟 对不对latency啊 啊看一下啊 啊这里讲的是http longpulling http longpulling啊 那么什么是http longpulling呢 他是实际上就是一个pulling的那个变种 就刚才那个ajax的pulling的变种对吧 那么 with longpulling client sends information from the server 啊 exactly as in normalpulling but with the expectation says the server may not respond immediately 啊 as a hanging get 啊 longpulling 他就等在那边 if the server does not have any data available for the client instead of sending an empty response the server holds the request and waits until some data become available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马上把response回来 他让你这个请求等在那边对吧 你给我等着 啊就这个 但是这个connection呢 它是一直hold的 这个connection它如果一直hold的话 使用也占用资源对吧 你占一个socket等在那边对吧 占一个spread 啊 once data become available the full response is sent to the client the client sends immediate request the information from server so that the server will 啊 almost always have an available waiting request so they can use 他大概是建了另外一个 比较longpulling的htp请求 连接吧 啊或者说 啊就等在那边 直到 那个 好了 好了为止 好了以后才再发一个请求过去 对吧 再发一个请求就是拿真正的data 啊 因为那个只是为了 那个等在那边的请求 只是为了就是知道他哪个时候好 对吧 呃 the basic life cycle of applicant using http longpulling 就是说client make initial request using the regular http with full response the server delays its response until an update is available 对吧 until a timeout 或者是超时了对吧 when an update is available the server sends a full response to the client the client typically send a new longpulling request either immediately upon receiving a response or after a pause to allow an acceptable latency period 对吧 那么他这里都说有个timeout 其实这也是不太好的一种解决方案吧 反正就是说你也知道他这个等在那边也不是个事儿 这个还是对应的是那个push 还是push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讲pull pull pull 对吧 这个pull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websocket 什么叫full duplex呢 我们看一下啊 full duplex 把这个网页稍微拉过来的啊 其实你可以理解他就是bidirectional吧 他这里就是说allow communication in both directions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都是单向的对吧 去回来对吧 那这里的话他就是websocket是允许就是既允许这样发 又允许这样发啊 就是half duplex的话就是说他只能只能这样发 拿到response对吧 那么full duplex的话就是说你client可以发请求给server server也可以发请求给client 就是或者你可以认为a可以发给b 就是这里右边有个图对吧 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说这边发给他是ok的打了个go对不对 呃这边发回给他也是ok的打个go 这叫full duplex 如果是half duplex的话是表示 这个可以然后这个不能发回给他 而且他这里说的是可以simultaneously 就是说可以同时啊 就是说这个可以发给他这个同时同时的啊 呃另外有个区别就是说 嗯那我看一下就是说有的那个就可能就是说 就是说虽然他可以往这边发他可以发往这也可以往这边发 但是不能同时对不对 所以这个这个websocket他他是可以同时的啊 他是可以同时就是同时a发给bb也发给a要同时的啊 这个就是实际上是bidirectional就是双向的表示啊 so both parties can use to start sending data at any time 就两边都可以发同时啊 client establish a websocket connection through a process called known as websocket handshake if the process succeeds then the server and the client can exchange data in both directions at any time 对吧就刚刚说那个意思啊 the websocket protocol enables communication between a client and a server with lower overhead facilitating real-time data transfer 几乎实时的 from and to the server so this is made possible by providing a standard standardized way for the server to send the content to the browser without being asked by the client 这里就做我们刚才说的那个pool了啊 就他可以实时的就即时的发过来 server可以发消息给那个client 对吧 啊 in this way a two way two way 我们就讲的bidirectional ongoing conversation can take place between client and server 看这个图啊 这里其实就是说server 因为他们建的是一个websocket websocket的使用说穿了就是双向的bidirectional 这样就可以支持什么呀 支持server可以发请求给client 对吧 因为它是双向的嘛 也就是说server可以发请求给就是push了 啊 因为有这个websocket的server可以push 啊 也就是说push的好处我们也说它可以及时的拿到对吧 啊 server center events啊 看一下其实这个跟上面那个也是呼应的啊 就是说 啊 establish persistent 就是说这种一般是用的是长链接啊 这个链 因为呃你这么看啊 呃 这种呢就是说client 给server建立一个链接 特别是http啊 我们传统的http啊 就client跟server之间 打开一个socket的建立一个http connection 对吧 拿到response以后它就terminate这个http connection了 就关掉了 这个请求就结束了 这个链接就断掉了啊 就是就请求完以后我再也不认识你了 这就是说server也不知道你是谁 对吧 你请求断掉了以后这个socket的就release了啊 呃 然后呢 这个呢实际上它这个链接是一直留着的啊 就是说这是long lift connection 这也是http2的那个协议的那个一个特点啊 就是说它是个long lift connection 就是说server跟client之间的connection它是不断的 正因为它不断所以server可以去包括websocket也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它是不断的 所以server才能通知它 如果你断掉了我怎么找到你的人啊 就是说这connection是一直连着的 所以这个server可以找到你对吧 那大家知道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上面这种情况的话 假如说 你同一个client它不停的发请求发请求发请求 其实在server端是很浪费的 因为你每次得开一个新的port 建立这个连接对吧 handshake啊 建立连接 最后返回response以后呢 结束以后呢 它就得把这个connection给关掉了 而且它有一些overhead对吧 因为你要告诉他我是谁啊 就client得说我的IP什么一些metadata对吧 你用这个long connection的话 你只要告诉他一次就行了对吧 因为你接下来发请求 因为你是个长连接嘛 如果client的话接下来发1000个请求 他不需要再发同样的metadata对吧 另外呢 他就是说不用重新再去建这个socket 对吧 那么上面的话就是说 如果client每次发 每次都要建一个connection 然后再断掉这样 是吧 这样就不太好 好 我们回到这个继续看 如果client wants to send data to the server it requires the use of another protocol to do so 对吧 client requires data from server using regularhttp the request the page opens connection to the server the server sends data to the client 那么 他说这个是best when we need real-time traffic 就是说我刚刚说的那个latency嘛 就是说如果你是periodic pulling的话 你会有一定的延时对不对 而这样的话就是 你一旦有更新 你马上serverpush过去对吧 其实就是push 那么这个主题今天讲完了 那么我看他下面的那个 应该就开始讲 具体的系统设计题目了 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前面讲的 都是些系统设计的基本知识 那接下来的话 可能涉及到具体的题目 怎么做 这里的话我不打算讲这种 感觉这种挺空的 觉得具体讲一些题目会比较有意思 我们接下来就准备一点点讲